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0年9月5日 金晨在山东省济南市一户舞蹈世家出生 金晨的父母都是舞蹈老师 外貌初衷 气质不俗 完美继承了父母良好基因的金晨 从小就是美人胚子 在父母的耳朵木然之下 他对舞蹈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对金晨父母来说 培养才艺 要从娃娃抓起 六岁时 金晨便跟着父亲学习跳舞 可以说 父亲是金晨的舞蹈启蒙老师 十岁那年 金晨因舞蹈能力优秀 考入了上海市舞蹈学院 上系附中 学习舞蹈 多年的舞蹈功底和舞台经验 为他以后的演艺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样的舞蹈师家长大 金晨的 舞蹈功底 十分扎实 高考的时候 他不仅顺利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 学习民族舞专业 而且还在2008年 还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表演 2011年 张大鹏导演看中了金晨 邀请他出演武侠剧《七种五七之孔雀灵》 虽然金晨在里面饰演的只是一个小角色 但他借此机会 正式踢开了演艺圈的大门 正式出道 然而 出道后的金晨 作品虽说有不少 可他一直处于绯闻比作品要火的状态 十分尴尬 或许这也正是应论那句 自古红颜多祸水 不管是在大学里 还是进军演艺圈之后 娇艳的面容和窈窕婀娜的身段 都是金晨吸引帅哥的资本 他也由此开始了各种甜心蜜爱 金晨第一次体验恋爱的滋味是在大学时期 作为笑话的他 从小美到大 追他的人多不胜数 大学时 金晨邂逅了同校的刘飞林 有了爱的初体验 刘飞林的年纪和金晨相仿 两人有很多共同爱好 更重要的是 刘飞林看到金晨的第一眼 就被他的美貌迷住了 追了金晨很久 才把他追到手 在众多追求者中 刘飞林的长相算不上帅气 不过他是一位富二代 家里很有钱 出手阔绰 对金晨非常大方 二人谈了三年时间 期间相爱相杀 经常互对 颇有欢喜冤家的感觉 奈何天有不测风云 得有新欢出现 金晨在出道后 参加了舞动奇迹 帮上了林洛义 抛弃了刘飞林 2011年 刚出道的金晨参加舞蹈节目《舞动奇迹》 来提高自己的人气 参加《舞动》 初期 金晨和刘飞林还未分手 刘飞林发了微博为女友金晨打起加油 还一口一个宝宝地叫着 殊不知 金晨很快就会移情别恋 将刘飞林踹走 在《舞动》节目中 金晨和大自己十岁的港星林洛义 搭档表演 随着接触的加深 两人产生了暧昧的倾诉 林洛义是香港男演员 因外形交好 被TVB议员训练班老师相中 从而进入影视圈 深受观众喜欢 在外形方面 林洛义要比刘飞林帅气 在阅历和性格方面 林洛义比金晨大十岁 阅历丰富 性格成熟稳重会腾人 也更懂得如何照顾关心人 拍舞练舞时 金晨和林洛义免不了有亲近的动作 已来而去 两人互生好感 越走越近 还被观众称为一诺千金 组合 金晨和林洛义在微博上常有互动 时不时晒出亲密合影 两人更是一起旅游和庆祝生日 俨然热恋中的小情侣 再后来 金晨和林洛义配合默契 拿下了 舞动奇迹 第三季总决赛的冠军 然而 随着比赛的结束 林洛义回到了香港发展 金晨则是留在内地打拼事业 两人的恋情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很多演员都有个通病 就是容易因喜生情 金晨也不例外 金晨和第三个男朋友韩东俊 就是因喜生情走到一起的 2014年 金晨和唐人影视签约 资源开始好了起来 在公司的安排下接演了电视剧《无心法师》 在剧中 金晨凭着月牙一脚获得关注 他和男主角韩东军之间的恋情 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戏里 金晨饰演的月牙和韩东军饰演的吴欣 是《无牙夫妇》 戏外 两人也迅速坠入了爱河 韩东军比金晨小两岁 金晨当时很喜欢这个帅弟弟 恨不得每天都腻歪在一起 热恋时期 两人各种甜蜜互动 在剧组休息失手 一直牵着 在微博撒狗粮 外出约会被人拍到 已经见怪不怪 本来两人在剧中就有一大波CP粉 如今真的走到一起 也算是圆了粉丝们的念想 可惜的是 这段看上去郎才女貌的爱情 维持了没多久就不了了之了 有人说金晨发展得越来越好 而韩东军却不温不火 双方的地位差距越来越大 最终渐行渐远 2016年 金晨与韩东军在微博上相互 许关 并且还各自在微博上 发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至于赎对赎错 双方到底在暗示什么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 和帅弟弟韩东军分手后 金晨害怕昔日恋人再见面会太尴尬 所以他拒绝了继续参演《无心法师》第二季 将荡妻给了真人秀节目《花样姐姐》 正是在《花样姐姐》中 金晨开展了他的似是而非的第四段恋情 这次的恋爱对象叫曾顺希 两人因节目《花姐》 《结缘》 曾顺希对金晨一见钟情 非常主动 曾顺希是97年出生的 比金晨要小七岁 也是帅弟弟型的男友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小奶狗 在节目中 两人要多腻歪就有多腻歪 什么亲亲抱抱去高高都玩过了 私下里 双方引你浓我浓 各种约会压马路 甚至被拍到深夜约会共度凉消 不过 令人没想到的是 明星间的感情转换得比翻书还快 节目录制结束不久 热情也慢慢消散 金晨的身旁 很快就换了新对象 昔日的甜蜜与美好 仿佛水过无痕 留下吃瓜群众一脸猛逼 金晨的审美 似乎都很统一 喜欢外形帅气 具有鲜肉气质的男友 和他交往过的男人 除了大学时期的初龄对象 有些不够看之外 其余的都很帅 当然 又帅年纪又比他小的帅弟弟 一直都是他的心头好 连续交往了两个年纪 比自己小的帅弟弟之后 金晨身边的男人 变成了邓文 邓文小金晨两岁 两人相识于威始 那时候的邓文明不见经传 还没现在那么活 而金晨因解约问题 与东家唐人对补公堂 遭到了打压 甚至被血藏了一段时间 都说事业失忆 情场得意 两个失忆的人互相取暖 相互一威 擦出了爱火 邓文更是被金晨的美貌 迷得无法自拔 金晨被东家打压时 作为男友的邓文勇敢地站了出来 为女友发声 陪着他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和邓文在一起时 金晨就像一个柔弱的女子 安静地依偎在男友身旁 十分甜蜜 可惜好景不长 共苦容易同甘难 后来金晨慢慢走出了困境 邓文的演艺事业也步入了正轨 两人不知为何 突然分了手 2018年 金晨和唐人成功解约 恢复了自由之身 而且还开展了一段新恋情 在录制综艺节目 天天向上的时候 金晨认识了比自己小五岁的董又林 两人看对了眼 产生了美妙的缘分 金晨跳芭蕾舞的样子 又先又迷人 直接把董又林的魂都给勾走了 用她的话来说 就是来电 有心动的感觉 别看董又林年纪轻轻 她的来头可不小 董又林家境优越 她的阿姨是林凤娇 一副是成龙大哥 如果能和她结亲 那在娱乐圈就相当于有了半个考山了 一向喜欢帅弟弟的金晨 就这么理所当然的和董又林走到了一起 不过了解金晨的人都知道 她进眷后的谈的每一段恋爱 时间都不长 这次也不例外 二人的恋情才曝光了六天 就见光死地分了手 2020年 除了和李一峰的绯闻恋情 备受关注之外 金晨更是登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 凭借出色的表现和娇好的外形再次翻红 翻红后的金晨 一跃成为当红花旦 综艺和影视资源接到手软 拍戏和尚综艺两不误 趁着热度金晨参加了芒果台女儿们的恋爱 节目中金晨自称是恋爱小天才 看她的表现也确实配得上这个称呼 会主动撩拨男嘉宾 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吸引别人驻足 在此期间她和张继克的CP感十足 许多观众喊话让两人在一起越容易得到的 往往不会被人所珍惜 金晨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和热度做做样子 可张继克好像真的走了心 主动出击恃爱金晨 可惜最后被金晨拒绝了 如今金晨时不时会传出一些绯闻恋情 但是观众已经审美疲劳了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是真的 什么时候是假的 可以肯定的是 明星的爱情似乎总是那么神秘而短暂 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金晨也拍了不少影视作品了 但真正能让人记住的少之甚少 反倒是她的内与海后的称号 一直令人津津乐道至今 靠美貌征服了九个男人 只爱摔弟弟的金晨 应该暂时还不会收手 在金晨身上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将爱情进行到底 小心肉收割机 果然名不虚传 如果她将谈恋爱和炒作绯闻的心思 都用在拍戏上 恐怕就能到达另一个高度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